第539章 想要一双隐形的翅膀 返回方寸山 陈洛直接钻进了书房 翻查启文云孙和白燕燕送来的大量妖族资料 按照蛙和婆婆的说法 陈洛炼化精血完成血脉转变 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极高明的变化神通 与普通变化改变外形不同 血身便是更深层次的变化 按陈洛的前世思维理解 应该是在细胞层面进行的复制和变化 但万变不离其宗 根本就是稳定神通就行 妖族以血脉为尊 随着血脉的觉醒 会不断掌握天赋神通 这些天赋神通的来源 都是祖妖修行后 镌刻在血脉遗传之中 因此 根据血脉的遗传程度 自然也有强有弱 比如普通侯妖施展天赋神通的威力 自然不能与时马儿这种天骄施展 同样神通的威力相比 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血脉越强 神通威力越大 但是血脉如果太弱呢 自然是神通退化 变成所谓的血脉妖术 所以 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况 南皇妖族也发现了 能够稳定血脉神通的各种方式与宝物 但是 因为陈洛想要稳定的是金屋血脉 这稳定的代价 可就价值不菲了 千年不动心啊 陈洛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蛙和婆婆告诉陈洛的方法 便是一种叫做千年不动心的宝物 据说玄规修持天地大劫 我自窥然不动的血脉法门 千年后便能修成一颗千年不动心 这颗不动心 每一甲子 可以凝聚一道不动心之气 吸收此气 便足以稳定低腰以下任何血脉神通 这里陈洛还特地询问了一下 关于妖族寿命的问题 毕竟人族以儒门为例 从大儒开始增加寿命 到了半圣 也才十个甲子 这妖族动不动就千年 还有那颗万年青龙帝皇 有点太吓人了 对这个疑问 蛙和婆婆也和陈洛认真解释 妖族未开治 而为野兽昆虫时 体魄不全 神魂弱小 寿命极为短暂 所谓下虫不可与兵 便是一生活不过四季 但是当野生成妖 吞吐日月精华 形势便大不相同 日月精华本就有淬炼体魄的作用 再加上血脉护持 妖族的寿命开始呈现增长 譬如虎狼这类原本体魄强健的野兽 那几乎与人族无异 哪怕只是九瓶小妖 也能有百年寿元 至于另外一类 巷蛇 蝉等 有着褪类天赋神通 每施展一次 便能得到一段新的寿元 循环往复 往往寿元也能破百 当然 这些两个甲子之内的寿元 也是正常情况 而真正导致妖族寿元 大于人族的原因 就在于大圣境界 妖族赶在九千里的境界 就自称为 圣自然有他们的道理 该因为妖族在进入大圣境后 其实就是踏上了一条 回溯血脉的繁祖之路 而在这条血脉之路上前行 除了日益强大之外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 那就是忽略时间的流逝 用陈落的理解 就是抗衰 因此 妖族进入大圣境界后 那寿命基本上 都像是开了个挂一样的往上涨 所以 妖族强族越强 就是这个原因 毕竟族里有一堆老不死呢 但是 在挖河的说法里 这样的血脉之路 却存在极大的副作用 那就是 一旦进入了大圣境 修行的速度将迅速减慢 且天资的差距 几乎无法弥补 你有可能30年 就修行到四品巅峰 但可能300年 都迈不进大圣境 你也可能抬腿 就迈入了大圣境的门槛 但是想从三品大圣境 突破到二品大圣境 却可能要花费 一生漫长的时间 譬如陈落熟悉的白青青 蛇香香 石麻 他们眼下都是四品巅峰 也才20多岁 但是一旦 他们踏入了大圣境 修行速度 必然将慢下来 白炎炎为什么能稳稳 坐在狐族圣君的位置 每天醉生梦死 也没有一个狐族长老敢非议 不仅仅是他身负九尾天狐血脉 而且是他才区区 两个甲子的年纪 就已经是巅峰大圣了 是的 你没看错 白三嫂已经120岁了 但是这在妖族 在那群主妖眼里 叫是吗 这还只是个 刚进叛逆期的小姑娘 要说妖孽 只有狐族的白虎女帝了 自从狐族宣告男荒 再出一尊女帝到如今 也才刚刚渡过了半个甲子而已 女帝已经是巅峰大圣了 第妖血脉 不一样 不对 说起来 三师兄好像年纪也不大 人族总能力压难荒 其中一大原因就是 你们人族的修行太快了 挖河如是说 对此陈落身以为然 除去白虎女帝 和三师兄那样的妖孽不提 人族虽然到了半圣 也才只有600岁 但关键是修炼得快啊 可能一名妖族晋级大圣的时候 人族一名婴孩刚刚降生 百年后 这名大圣 还在为生入二品而奋斗 那婴孩已经成了一品大儒 甚至求索了 再大胆一点 碰上八大家这种级别的 直接丰盛了 所以 你明白血脉潮汐对妖族的意义吧 挖河最后总结道 收回飘远的思绪 陈落皱起了眉头 现在的关键 是找到和千年不动心 同级别的宝物 想到这 陈落就觉得心里堵得难受 为什么挖河会专门点名千年不动心 自然是知道 陈落与愚言国的关系的 文云孙曾经说过 宇渊国其实是两个种族为主 其中 宇为宇山 是指蛇蠻一族 而纳渊就是吉渊 是玄规一族 所以 宇渊应当归蛇两族的国 反本溯源 其实是武林第一之一的玄武血脉 只是玄规一族 喜经不喜动 常年在吉渊之内 极少外出主动 所以 宇渊国的国事 基本上都是由蛇蠻一族做主 因此 宇渊也被称作蛇国 以吉渊玄规的底蕴 自然是存在千年不动心的 再加上陈洛和宇渊国的关系 求一道不动心之气 一点问题也没有 但是 那是按理来说 可是现在万万不行 别问为什么 问就一本名著 许仙还死着呢 这时候去找宇渊帮忙 怕不是要被那些 亮闪闪的蛇链给划死 唉 断章一时爽 求保乱分岗 赶紧写下一篇 哼 鸿蒙之气 难道不需要时间吗 上一次为了断章写了那么多 一口气 把洪荒之气都给花完了 再说了 涉及到许仙死而复生 说不得还得去阴阳界 搞点幽冥死气回来 退一万步说 就算这些原材料都准备齐全 你以为他陈洛写下一回 就不会断章吗 天真 我就不信 找不到平帖 陈洛想到 这事还只能自己解决 不然去问三嫂的话 估计要被他嘲笑死 倔强 倔强了一天 一无所获 满地都是散落的郁姐 陈洛泪瘫在床上 要不 认个耸 去渊国一趟 陈洛翻了身 总不能把我打死吧 想了想 陈洛又坐起来 不行 万一他们以此逼我成亲怎么办 公子 该用膳了 门外 追悦的声音响了起来 算了 先吃再想 陈洛叹口气 说道 进来 追悦推开房门 就看到满地的狼藉 有些好笑地看着陈洛 公子 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说着话 追悦帮陈洛整理好桌子 将端来的晚膳一样样摆好 陈洛起身坐到桌子前 摆摆手 帮我都收一下吧 是 追悦连忙开始整理散乱的遇见 陈洛一边吃 一边半事解闷 半事随意地问道 追悦 你知道妖族有什么宝物 是可以稳定血脉神通的吗 追悦点点头 知道啊 玉流苏 黄岐果 天心勇都可以啊 我们月兔一族 本身血脉就弱 所以经常 会用这些灵财来稳定血脉的 陈洛哑然失笑 说道 那些不行 等级都太低了 我需要能稳定顶尖 主要血脉神通的宝物 追悦委屈地看了一眼陈洛 原本兴奋的两只兔耳朵 突然搭来了下来 公子 你是不是嫌弃我们 血脉太弱了 没有没有 陈洛连忙白手解释道 我就随口一说 闲聊而已 别太敏感了 追悦狐疑地看了看陈洛 见陈洛一脸惩挚 就点了点头 继续收拾起来 陈洛赶紧埋头吃饭 也是觉得自己太无聊了 这种问题问追悦做什么 要说悦兔一族啊 兔耳朵 大长腿 长得又好看 说话又好听 干活又利落 什么都好 就是在血脉问题上 有点太敏感了 自己还直接对着问 确实有点不应该 很快 追悦整理好书房 陈洛也吃完了饭 追悦将碗碟收好 就离开了书房 陈洛正打算上床睡一会 醒了再想对策的时候 书房们突然被推开 陈洛偏过头 就看到追悦一脸 兴奋地站在门口 公子 我想起来了 追悦的两只耳朵 兴奋地抖动着 一双眼睛放着光芒 啊 想起什么了 追悦蹦蹦跳跳地 来到陈洛面前 您刚刚问的问题啊 我想起有什么宝物 是可以稳定顶尖 祖腰血脉神通了 陈洛一愣 无奈道 追悦 我刚才真的是随口一问 你别往心里去 不是 追悦上山以来 第一次打断陈洛的话 说道 公子 其实我们月兔一族 也是有顶尖主要血脉的 叫做月师 只是遗传不稳定 说着 追悦又凑近了陈洛一点 大眼睛忽上忽闪 说道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族里来了贵客 我姐姐被喊去伺候 我就躲在屏风后面 后来那位贵客喝多了 提到了一种 可以稳定月师血脉的天地灵财 叫做酒节定血草 只是可惜我月兔族中 没有晚辈觉醒月师血脉 这个话题才没有深入下去 陈洛眼前一亮 酒节定血草 你知道在哪里吗 追悦点点头 在青青草原 公子 青青草原在这里 已经返回方寸山的马走 日点了点南荒地图 陈洛依西记得 居马一族原本的祖地 就在青青草原 所以在追悦告诉他 酒节定血草的事情后 立刻就喊来了马走日 牛族 鹿族 羊族等一些妖族 就是在这里生存 马走日说道 相传当年是被我 阴招先祖守护的草场 我居马一族 也是在这里立足 陈洛扫视了一眼 意外道 这个地方很凶险啊 确实凶险 这青青草原 在南荒东南侧 距离狼族和虎族的地盘 不算太远 马走日笑道 我等确实不如虎 狼强大 但是青青草原上 也有妖族前十的大势力在 陈洛脑中一转 就明白了 牛族 马走日点点头 牛族据说也是麒麟重 还是血缘 极尽的那种 因此有多种主要血脉 护佑着青青草原 牛族平日里 不爱涉足南荒战士 强大 也没有什么种族 会有意针对它们 所以青青草原 还算平和 陈洛威威汗手 又问道 那九节定血草 马走日一笑 说起这个 属下确实知道一些 羊族最擅长培育各式灵草 也是南荒林财的一大供货商 因此 羊族默看憨厚 实际上是南荒最会做生意的种族 南荒各处都能看见它们的生意 定血草 是它们精心培育出来的 一系列灵草 九节只是其中品质最高的一种 还有八节 七节 六节等 从三品大胜血脉 到顶尖祖腰血脉 一一匹配 陈洛一愣 小羊羊现在都这么会挣小钱钱了 不过 马走日画风一转 九节定血草极为含有 一旦出现 就会被羊族立刻高价卖出 以免招来祸患 这么说 羊族手中也没有九节定血草 陈洛脸色一沉 马走日点点头 的确没有 不过属下倒是知道哪里有 陈洛微微皱眉 这种卖关子的手法 除了水字树 还有什么用 说 马走日见陈洛有些不耐烦 知道自己耍饱耍爆了 赶紧解释道 人族有一尊半圣 号成斋先生 受了一位半妖弟子 那弟子的妖族血脉 就是林宝阳血脉 成斋先生 陈洛冷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小河才路肩肩脚 早有倾听力上头 杨万里 是你 继续 陈洛催错了一下 马走日连忙接着说道 那位妖儒杨妖 乃是三品妖族大圣 二品儒门大儒 自从成斋先生丰盛后 就返回了南荒 传闻步道 在青青草原一带 颇有声望 他收下了牛族一位 大圣的子嗣为弟子 那大圣为表达谢意 就将一株九节定血草 当作了树修 这也是目前 唯一一株知晓下落的 九节定血草所在了 听着马走日说完 陈洛陷入了沉思 早知道还不如不打听吗 这一打听 跟没打听一样 要不然还是从 去 掌 于 记 冤 义 国 吧 见陈洛闷闷闷不乐的模样 马走日黑黑一笑 说道 公子 其实想要拿到那株九节定血草 也不是没有可能 属下就觉得 公子能做到 陈洛白白手 少哄我开心 这是没那么简单 对别人难 对公子可就不一定了 马走日说道 你有所不知 那位杨妖前辈性子古怪 明明如门 修为更强 却不爱诗词文化 唯独喜欢研究雅文 陈洛不解 研究雅文 怎么研究 据说是人族文史中的一种雅趣玩法 乃是一人出上剧 一人对下剧 要对战工整 评则协调 字数相同 结构相同 陈洛 对联 是是是 那位杨妖前辈 也是这么说的 他曾说 谁能在这一道上 让他认父 可以答应一切条件 马走日连连点头 杨妖前辈的真实名号 叫做杨清源 不过他自称 他的上剧 已经不是搜长瓜度可以匹配 最起码都要想得 长川度烂才行 所以他还有个别号 你别说 我知道 陈洛叹了口气 对王之王 对川长 马走日一脸意外 公子 你也听过他的大名 没有休息 陈洛直接拉着马走日 又称作福空州 飞渡了半天功夫 直接来到了 清清草原上 杨清源的居所前 不得不说 一眼望去 典型的江南园林的建筑 若不是门前聚集了 各种妖族 陈洛还真以为自己 到了真江南呢 怎么这么多妖族 陈洛嘀咕了一句 公子 这些都是来拜对 老前辈为师的 马走日解释道 只要被养老前辈 收为清传弟子 那岂不是就是 承斋先生的屠孙了 半圣屠孙 在某些妖族 地位比得上 大圣敌传血脉了 陈洛文言点了点头 这么说也有道理 别的不说 哪怕妖族不认 人族认啊 去人族说 你是半圣的清传屠孙 只要不惹到 真正的世家豪族 那基本上就是 横着走了 随着浮空舟 缓缓落下 陈洛也吸引来 众多妖族的目光 嗯 那是 白莫先生 立刻有妖族 认出了陈洛 这一次 陈洛并没有遮掩 而是直接盯着 白泽的样子出现的 对联嘛 这种事 还是声名在外的 白莫出马 更合适一些 嗯 白莫先生也来 该不会是要 拜杨前辈为师吧 你在瞎说什么啊 白莫先生 怎么可能成为 人族半圣屠孙 他愿意咱们妖族的 祖妖们 也不愿意啊 那他来做什么 此时陈洛 没有让他们议论太久 而是出声高喊 听闻杨前辈的 对穿长之名 晚辈特来讨教 声音高亢 直接传入了园林 园林中 一位留着山羊湖 头上 顶着一对羊脚的老者 正在喝茶的手微微一顿 望向坐在对面的人族大儒 笑道 哟 来人的风头不小 我得接待一下 师兄莫怪 那人族大儒 也是淡淡一笑 妖族白莫 最近在人族 也是好大的名声 几乎直追无猴了 杨清元不揭察 而是说道 这对脸讲究的是个 劫思巧绪 名声可说明不了什么 人族大儒点点头 这倒是 有时候连师父 也会被你给难住 不过他在 方寸山待得好好的 突然找你做什么 要么图名 要么图力 杨清元随手一抓 一张长条的空白纸张 落在他的手上 杨清元在纸张上写着 嘴里也是不听 他有了偌大的名声 自然是来牟利 估计是看上了 我老杨的什么宝物了 话说完 手上的字也写完 看了一眼 杨清元说道 宝度有缘人 他想索要 就要看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说着 杨清元将手中的纸张一抛 顿时纸张朝门外飞了出去 园林外 就在沉落喊完后 园林大门依然紧锁 就在众妖议论纷纷之时 突然一道纸张 从园林内飞了进来 落在众人面前 与此同时 杨清元的声音响起 白山主若是做客 杨某倒履相迎 但白山主来切磋 那就按规矩来 先对上我这入门帘 大门自然为白山主敞开 诸位妖友 也可以一同入内 做个鄙视的见证 众妖连忙看向那道上帘 只见上面七个大字 闲人免敬闲人敬 一个闲人 一个闲人 两个敬 都是给陈落的下马威 陈落淡淡一笑 静止走到了门前 直接提笔写道 道者莫来道者来 一个道者 一个道者 两个来 完美应对 当陈落最后一个字写下 大门轰然中开 杨清元的声音再度响起 白山主请敬 欣欣然走入杨清元的居所 迎面便是一个杨妖小童 手捧一幅上帘 说道 白山主 要见我老师 需要过三观 这三观 都是我等弟子出的上帘 还请先生指教 小先生客气 对于孩子 陈落向来都是温和的 此时那杨妖小童 将手中的上帘录了出来 绿水本无忧 阴风骤面 看着这道上帘 跟进来的众妖 都是眉头一皱 太难了 已经拟人 关键是绿水清风 还有了关联 这就是难上加难 陈落一笑 到底是个小妖童 老老实实 本本纷纷地出了个上帘 没有埋下什么机关心机 于是在众妖的议论声中 陈落提笔 写出了下帘 青山原不老 未雪白头 绿水对青山 清风对白雪 骤面对白头 意境相对 下帘甚至要更高明一些 对上了 那小羊妖吐了吐舌头 行了一礼 谢先生次连 请先生随我来 说着 小羊妖在前面引路 陈落跟了上去 走过蜿蜒的小道 绕过回廊 终于 在回廊的尽头 一个看上去 十五六岁的女妖 翘生生站在回廊的尽头 朝陈落行了一礼 白山主 这第二道关 是小妖守着 小羊妖点点头 对陈落说道 白先生 这是我师姐 是玫瑰花精 玫瑰女妖 称怒地望了一眼小羊妖 随即展开了她写的上帘 蒲叶桃叶葡萄叶 草本木本 跟在陈落身后的众妖 一个个目瞪口呆 这是个什么上帘 这一脸有了为男人的样子 蒲叶桃叶分明 是两种 却合音成葡萄叶 后面有草本和木本 是说本性 但草木又按理对账 难啊 一位年长的妖族叹口气 这才第二个弟子 就这么难吗 别吵 白先生提笔了 陈落此时 看着那玫瑰花妖 露出淡淡微笑 幸好是玫瑰花妖啊 陈落心中感叹了一声 提笔书写 玫花桂花玫瑰花 春香秋香 众妖眼前一亮 玫花和桂花 合音为玫瑰花 春秋香和 对上了 玫瑰花妖眼中 放着一股难言的神采 行礼道 谢先生次怜 先生请随我来 说着 玫瑰花妖身姿摇曳地 在前方引路 又走了一阵 陈落来到一处小院门口 门口站着一位 不苟言笑的男子 玫瑰花妖说道 这是老师的半读书童 是一株铁树成妖 也是最后一关 老师就在他身后的小院中 说着 又看向铁树妖 师兄 出上帘吧 铁树妖也不说话 直接从袖中取出一道卷轴 将其展开 露出上帘 物所山投山所物 陈落见状 微微挑眉 这上帘貌似是说 山头大物的景象 但是正毒倒毒 完全一样 才是玄机所在 其余众妖也看出了 这连的难处 马走日更是皱眉道 这是为男人吧 陈落摆了摆手 我泱泱文华 怎么可能没有覆盖 这种小小巧思 也不多废话 陈落直接落笔 天连水为水连天 以水对上 你有山头大物 我有水天一色 正毒倒毒完全一致 铁树妖见到陈落的对联 那一直站得笔直的身子 终于攻身行礼 随后 转身推开了小院的大门 走入小院 陈落脸上疑惑之色 一闪而过 只见一妖一人 站在面前 这妖应当就是杨清源 只是这人族大儒 不正是哲柳书院的 田海一副院手吗 这丝怎么来难慌了 田海一似乎看出了 陈落的疑惑 自我介绍到 老夫乃是大学中 经哲柳书院的 副院手田海一 加施承斋先生 见过白山主 陈落连忙还脸 感情你俩是师兄弟啊 早说啊 早说 我就恢复陈落的身份 从你这里曲线救国了 这整的 活都干了一半了 白山主 客套话不说了 你既然上门讨教 那咱们 就先论文词 再续他情 老夫对联有一个规矩 此时杨清源说道 能过我徒弟的三观 便算有资格 和老夫说这个规矩 规矩很简单 老夫出三幅上连 阁下若是能对上 大如级别的宝物 只要老夫有 可攻阁下随意挑选 三连过后 阁下再出上连 若老夫对不上 祖妖级别的宝物 老夫也有那么三五件 可攻阁下随意挑选 但是若是老夫对上了 则宝物之事就免谈了 既然笃定 陈落是为力而来 杨清源索性 直接说出了规矩 这倒是正中陈落下怀 也免得再多做纠缠 便点了点头 我确实有求于先生 有这规矩正好 不过无论如何 我方寸山 还是倩先生一个人情 听到陈落的话 杨清源的面色有所缓和 那天海一笑道 要是白山主同意 老夫愿意当个仲裁如何 陈落欣然点头 故所怨言 涉及到对联 杨清源是个急性子 见陈落和田海一 说好仲裁的事情 便直接凌空书写道 白山主 这是我的第一脸 风风雨雨 暖暖寒寒 处处寻觅觅 陈落看到 微微皱眉 叠字连 但玄机不止如此 若是再想下去 这上连含着一首词 希望李一安的 声声慢 陈落犹豫了片刻 落笔写道 阴阴艳艳 花花叶叶 轻轻目目昭昭 田海一见状 微微皱眉 说道 白山主 从字上 确实对了 但是我诗帝的上连中 还藏着一首词呢 陈落笑道 田大如 我这对联中 也藏着一首诗啊 杨清源微微皱眉 恕我孤陋寡闻 着实没有看出来 若说昭昭目目 那诗词却太多了 但是要和阴阴艳艳 花花叶叶都沾上才行 陈落轻笑一声 说道 雨后双前眉预开 预开 游蓝雪风吹 一秋不到冬元里 从此朝朝暮目来 陈落刚念完 田海一和杨清源 旧面色古怪 杨清源笑道 这是我老师的诗 只是他说的是 为了看梅花 天天都来冬元 和阴阴艳艳艳 有什么关系 陈落正要说话 田海一突然开口道 老师是写自己 白山主却看作 写那些寻花的阴阴艳艳艳 秋沙大地 群鸟等着梅花开 因此朝朝暮目 入冬元 杨师弟 对上了 陈落拱手 朝田海一行了个礼 又看向杨清源 杨清源想了片刻 哑然失笑 点了点陈落 狡猾的小子 用我老师的诗来压我 好 这一回 你上了 听好了 我的第二脸 说着 杨清源一指房中的杨清 说道 调情调心调 调调调来调调庙 陈落脸色一黑 你这跟我玩多音字 田海一也一脸玩味看着陈落 陈落随手一指小院中 盛放的花朵 说道 种花种好种 种种种成种种香 妙啊 妙啊 田海一一拍手 有意思 有意思 杨清源微微皱眉 好 最后一连 曲二川 排八阵 六出七情 五丈圆明灯四十九斩 一心只为愁三顾 田海一文言一愣 陈落身后的众妖 面面相去 杨清源这是在说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事迹 而事实上 妖族极少有 三国演义 流传 师弟 圣之不武啊 田海一说道 换一副吧 杨清源也反应过来 刚才被陈落连破二连 有些急了 于是说道 这是我这几日 看书想出的上连 既然白山主没读过 那我就再换一副 陈落眉头一挑 开什么玩笑 这一连搞定 就赢了九成了 不必了 陈落说道 陈无侯的 三国演义 我最近也败读了 陈无侯以此开演一长河 力四兵家 白墨仰慕至极 人族果然物华天宝 才会有如此人才 既然杨先生 以书中诸葛成县 为提出了上连 那我对下来便是 我的下连是 平西蜀 定南蛮 东河北巨 中军杖变卦土木金瑶 水面偏能用火谋 田海一棱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好 公正 公正至极啊 上连是 下连功 此连 当为东苍丞相词上的迎联啊 这次南荒之行 有了这一连 就不算白来了 哈哈哈哈 剑田海一无比兴奋的模样 杨清元也是无奈一笑 朝着陈洛拱拱手 白山主大财 我认输了 不知白山主想 要我什么宝物 陈洛微微摇头 杨先生 还没结束呢 我还有上连没出 杨清元一愣 阁下要出上连 老夫若是对下来了 那可就没有宝物了 陈洛笑道 在下想要酒节定穴草 杨清元恍然 也不多说 神情泰然自若 充满自信地说道 请出上连 烟锁池塘柳 陈洛淡淡 说了五个字 杨清元眼中一道光芒闪过 此连 简单 不就是 嗯 接着 杨清元看着陈洛 你再说一遍 烟锁池塘柳啊 陈洛淡淡又说了一遍 心中安心得很 再后是 这一副上连 只有一个炮阵海成龙 勉强对上 但是这个世界 没有炮这玩意 再说 上连的偏旁是 武行相生的顺序 严格来说 下连应该是武行相克 能对什么 总不能是深圳铁板烧吧 此时田海一也发现 这五字上连的刁钻之处 也是皱眉苦撕起来 时间就这么一盏茶 一盏茶地过去 当日落稀落 那杨清元终于大喊一句 老夫对不上啊 随即气血翻涌 如喷泉一般的血柱 从他口中喷了出来 老年腰 血压有点高啊 拿着装有九节 定血草的木匣 走上了空周 陈洛转过身 依稀还能听见 小院中队 穿肠喷雪的声音 陈洛犹豫了一下 再次朗声说道 杨前辈 无意麻烦 承蒙关照了 我这里有一副对账口诀 自己编来玩的 有点小趣味 就送于杨前辈了 说完 陈洛深吸一口气 念出了他从小就听的 那段熟悉的文字 天对地 与对风 大陆对长空 山花对海树 赤日对苍穹 十月塞边 萨萨寒霜金树旅 三冬江上 漫漫朔雪冷于翁 河对汗 绿对红 烟楼对雪洞 月电对天宫 茅电村前 昊月坠灵机畅运 板桥路上 青霜锁道马行踪 山对海 华对松 四月对三宫 宫花对静柳 塞燕对江龙 鹤舞楼头 玉笛弄残仙紫月 凤翔台上 紫霄吹断美人风 以上字述已烘干 小院中 杨清元的血也不喷了 愣愣地站在原地 听着陈洛的念白 另一边 填海一正奋笔集书 记录下陈洛口中的 利翁对运 嘴里兴奋到 转了 转大发了 启蒙圣物啊 这简直就是启蒙圣物 哈哈哈哈 这一趟南荒来得直了 老孔 咱们折柳书院 今年能在文昌阁 横着走了 哈哈哈哈 清清草原的事情 告一段路 陈洛坐在浮空周上 看着南荒地图 朝着马走日问道 老马 这南荒哪里火麦最盛 但是又比较荒凉 眼下最重要的 九节定血草 已经到手 陈洛打算不回方寸山 直接找到火麦之地 炼化金污血脉 夜长梦多 那马走日 认真看了眼地图 最后点在了一个位置 公子 老马我修为一般 居马一族也不强 所以眼界有限 在我看来 火麦最盛的地方在这里 陈洛顺着马走日 指着的地方看去 也是眼瞳一缩 智燕山 智燕山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里曾经是火鸭一族的足点 马走日点点头 但是火鸭一族 不是遭遇了血脉淘胎吗 所以 这里就空出来了 其他妖族 不会趁机入住吗 陈洛问道 毕竟是个火属性的地方 对修行火法的妖族 应当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吧 马走日摇了摇头 据我所知 智燕山的火属性极纯 一般的生灵根本受不了 公子 妖族以地脉稳固修行 有个前提 就是 需要含有复合的属性 比如火中带木 或者火中带土 无论是祸斗 朱燕 孔雀 都是这样的 但是智燕山 只有纯纯的火属性 对妖族反而不利 容易产生火毒 也只有火鸭一族 不知道为什么 可以在此地长居 智燕微微点头 火鸭为什么可以 很简单 他们是金屋血脉啊 眼下火鸭一族覆灭 想必有不少去捡便宜的 闲散妖族 但是说起荒凉 属下也只能想到这一处地方 马走日继续解释道 智燕想了想 自己要炼化金屋血脉 难道还有比这个地方 更合适的吗 决定了 就去这里 智燕站起身 将地图装了起来 对马走日说道 我要出去办件事 你将浮空舟弄回方寸山 搞出我也回去的样子 明白吗 马走日也不多问 公子的事 肯定都是大事 认真地点了点头 陈洛走出船舱 直接从浮空舟一跃而下 重重地落在地面后 陈洛便明了方向 朝至岩山跑去 别问为什么跑 问就是不会飞 武道如此 白泽也是如此 现在就指望 金屋可以给他一双翅膀 金屋血脉 我来了 RAM 第五百四十章 金屋在线 五彩仙玉 这是孔雀一族 对自己所居住的 足地的称呼 经过孔雀一族 多年的改造 玉中山水相赫 云雾渺渺 倒也有一番圣地景象 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 随处可见的 一汪汪小泉与溪水 可以保证一只孔雀 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都能看到自己美丽的倒影 即便 为了达成这优美的环境 损失了部分受血症的效果 却依然在孔雀一族中 全票通过 毕竟如果不漂亮 要安全 有什么用 不美 宁死 但是不得不说 受血症的效果 虽然有所削弱 但是这处处是镜子的布置 却让五彩仙玉 成了整个南荒 最难被潜入暗杀的 部族所在地之一 此时此刻 无数道流光 在五彩仙玉中飞舞 一只只孔雀开着屏 向族人展示着自己 最近修成的 最美丽的那一只维羽 一时间 五彩仙玉霞光弥漫 五色光辉 照亮了天空 这样的盛况 并不经常出现 要不是冥王电发出族令 要求行走在外的孔雀 返回仙玉 以防鹏族的突袭 五彩仙玉 想要这般热闹 还得等孔雀一族中 出现大能 成功反族时 才能看见 只是 这一条变化 倒是害苦了 此刻 正潜伏在五彩仙玉之外的 风男子化身 该死 怎么都回归了 风男子 隐没在五彩仙玉外的 一处高山之上 望着五彩仙玉的方向 这一次他受到反噬 正是需要 真艳血脉来应对 而因为他已经是 巅峰大胜修为 因此 真艳血脉 至少也要一品才行 所以 他早早就未雨绸缪地 锁定了目标 那便是来自 孔雀一族的一品 大胜孔德哈万 孔德哈万 是孔雀一族组长 孔米尔汉的老师 孔萨尔曼的嫡子 出入一品 最爱以生吞虎豹为食 也是风男子 给自己预备的血脉口粮 孔德哈万 居然受到一封足令 随后一路返回了五彩仙玉 孔雀一族 也是南皇豪族 族中有祖妖坐镇 莫说风男子 现在只是一尊化身 就算是他本尊前来 以巅峰大胜修为 想闯入五彩仙玉 屠杀一名一品大胜 都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 再等七日 风男子心中暗倒 七日后 若是还等不到机会 那就只能冒险 去寻找新的目标了 毕竟 飞飞大祖在虎族 众多祖妖的注视下 只能帮自己遮掩一月而已 与此同时 无名深渊之中 一道道五彩的光线 犹如镖枪一般 刺穿了火压燃炎大圣的身体 那光芒穿透 却没有任何伤口 只是留下了 几乎被撕裂的疼痛 燃炎大圣的双眼火光炯炯 即便是被封印了所有的妖力 依然一声不吭 紧紧地 看着面前的孔雀大圣 孔萨尔曼 孔萨尔曼摆了摆手 身旁正在行刑的孔雀大圣 停下了五色光芒的释放 孔萨尔曼温和地开口 燃炎 何必受这份屈辱呢 告诉我们 金屋血脉在哪里 你就是我孔雀一族的功臣 我们知道 还有许多火压在外 只要你交出金屋血脉 我孔雀一族 帮你火压族附阻 我们会临选美丽的孔雀女子 嫁给你火压族 从此你火压一族 与我孔雀一族修妻与共 燃炎目光中 虽然犯着火焰 但眼神却极冷 他看着孔萨尔曼 一言不发 孔萨尔曼不以为伍 缓缓走到了燃炎大圣的面前 凑到他的耳边 轻声说了三个字 麒麟玉 燃炎大圣瞳孔一缩 他惊讶地看着孔萨尔曼 师生道 你们找到他了 随即又反应过来 摇头道 对 你们不可能找到他 他也不可能跟你们合作 你们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哈哈 什么都不知道 孔萨尔曼的脸色 终于阴沉下来 燃炎 不要逼我们在整个南荒绞杀火压 到时候 你们就真的灭族了 燃炎轻轻叹了一声 我等是金乌圣主遗传的血脉 为了保护金乌圣主的血脉 而断绝 不正是应当吗 明完不灵 没关系 我们有的是时间耗下去 孔萨尔曼一挥一袖 转身欲走 突然被燃炎叫住 孔萨尔曼 孔萨尔曼再次看向燃炎 想要说什么了 燃炎虚弱地说道 我看到你的生命之痒已经坠落 怕是没时间了 孔萨尔曼身体一震 顿时树到五色光芒射出 射入了燃炎的体内 燃炎浑身一僵 显然在承受极大的痛苦 孔萨尔曼和其他孔雀大圣的身影 缓缓消失在了无名深渊之中 而燃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痛苦 终于缓缓平静下来 此时他眼中的火焰 又化作了一朵闪烁的小火苗 这是孔雀一族 防止他自杀的手段 昔日纵横南荒的一品大圣 如今在这阴冷的深渊中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燃炎看着黑暗的前方 那黑暗就像是一张张开血盆巨口的野兽 正朝着他扑来 在黑暗中 燃炎看到了那夜的战火 看到了无数的五色光芒 如雨点一般落下 将最勇敢的火压勇士杀死 看到了那稚嫩的翅膀 努力蒲散 要冲上空中 为守护家园而战 看到了无数族人化身成火 几乎点亮了天空 终究 还是失败了 爷爷 我们火压真的是金屋圣主的血脉吗 年幼的时候 燃炎曾经这样询问过 当时的火压一族的组长 孩子 是的 我们是金屋圣主的血脉 那慈祥的老人 抚摸着燃炎的翅膀 温和说道 那为什么 我们不能修炼成金屋 是圣主不要我们了吗 燃炎继续问道 为什么我们到最后 也只能是火压 不要抱怨 我的孩子 火压组长说道 等待是最好的守护 总有一天 会有一束光 从黑暗中亮起 总有一天 会有一团火 从阴棱里绽放 总有一天 圣主的光芒 会像天上的大日一样 照耀在我们的血脉中 圣主答应过我们 会重新归来 重新点燃我们的血脉 目光闪烁 昔日的对话 仿佛还在耳边萦绕 一滴眼泪 从燃炎的眼中落了下来 圣主 我们快 等不下去了 无名深渊中发生的一切无人知晓 此时此刻的至言山 一如往常一般 仿佛一个大火炉 不断散发着地热 将周围一片地域 都化作一片高温行场 陈洛抹了抹额头的汗水 远远望着至言山脉 皱起了眉头 奇怪 不是说人不多吗 陈洛嘀咕了一句 在不辞辛劳 奔跑了整整一夜后 陈洛终于来到了地图上 标示的至言山所在地 但是马走日说 最多就一些 没见过市民的小族 在这里剪剪漏 怎么现在看上去 人数不少的样子 而且 都不是普通的妖族 全都是血脉优越的妖族子嗣 这是什么情况 陈洛有些迟疑 有妖族子嗣 就难保会不会有 护道者这种存在 我只是想 安安静静恋化个血脉 怎么这么难 得找个妖族 问问情况才行 陈洛打听主意 开始寻找起目标 没过多久 陈洛就锁定了目标 那是一只 在至言山边缘 正在修行的妖族 看上去年纪不大 应该是一只 张子精 张 陆族中的一种 按道理 并不是火属性的妖族 反而对火属性 应该天生排斥才对 不知道为何 也跑到这里来凑热闹 陈洛悄悄摸到了 那张子精修行的地方 直接绕到了对方的身后 那张子精看上去 似乎没经历过什么危机 居然完全没有察觉 说干就干 陈洛直接从储物袋中 取出一个巨大的口袋 猛然跃起 将张子精罩住 随后熟练地 将口袋的绳子一扎 扛在肩头就跑 说起来也是巧 这是陈洛早先时候 在造化花谱中兑换出 以天屠龙记里 说不得和尚的布袋 但是还打算用在蛮族身上 没想到第一次大显神威 竟然是用在了妖族 陈洛扛起张子精 几乎以最大的速度 逃离了事发地 一路狂奔 足足移住香后 才回到了自己 事先挑好的落脚点 陈洛将肩上的口袋卸下来 打开了口袋 那小张子精的脑袋 立马就露了出来 此时的张子精一脸愤怒 看着陈洛 怒吼道 混蛋 你居然敢绑架我 不想活了 我跟你讲 你死定了 你知道家父是谁吗 家父张 啪 清脆的一声耳光 陈洛看着小张子精 别吵 我问你几个问题 答完了 我就放了你 那张子精捂着自己 被杀红的半边脸 不服气地又喊道 你敢打我 家父 啪 陈洛又是反手一个巴掌 我问 你答 听清楚了吗 张子精双手捂着脸 又是愤怒 又是委屈地看着陈洛 你活够了吗 你知道这是哪里吗 这里是南荒 你知道家父是谁吗 家父张二和 陈洛挑了挑眉头 再说一遍 我问你答 听清楚了吗 家父张二和 我就几个问题 问完了就放你走 家父张二和 你再这样 家父张二和 陈洛直接从储物令中 拿出一柄砍刀 张子精连忙捏着自己的耳朵 迅速蹲下 大哥 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陈洛随意坐在一个石墩上 摇指了至岩山 说道 你来至岩山做什么 张子精看了看陈洛指着的方向 说道 修炼 修炼个屁 陈洛又是一巴掌 你是地属性的妖族 来至岩山修炼 也不怕 把自己烤熟了 说实话 陈洛这两天 翻扎文云孙送来的资料 虽然最后 是从追悦那里得到九节定血草的线索 但是一些关于妖族乱七八糟的事情 还是知道了不少 譬如妖族的血脉 除了从血脉源头分类之外 还有一种分类 那就是属性分类 在妖族漫长的发展中 他们将属性归类成四个基本属性 那就是地 火 风 水 其中地属性指一切地上生长之意 最为广播 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青龙帝皇 拥有地属性中最玄傲的生命血脉 火属性 是指天生清火的血脉 其中佼佼者 在天赋神通中自带真火 被称作真艳血脉 譬如祸斗 碧芳 孔雀 都是这样的血脉 风属性 自然就是与风相合 一般体现在速度上 比如暴族 谁属性 顾名思义 与谁有关 比如与渊国 无论是玄贵一族 还是蛇蟒一族中的玄名血脉 都是赫赫有名的玄水血脉 眼前这只张子经 分明是地属性的妖族 还说来至炎山修行 这是当陈洛是大傻子忽悠啊 那张子经见陈洛如此不好骗 无奈说道 真的是来修炼的 不过不是来借的脉 吸收日月精华 而是来吸收妖族气韵的 嗯 什么意思 陈洛冷了一下 继续问道 张子经觉得自己反正都说了 那就说清楚好了 免得再遭毒打 于是开口道 家父说 血脉潮汐将至 火鸭一族是被血脉淘汰的 血脉淘汰后 虽然火鸭一族的族运 有七八成 会反馈给妖族祖运 提升血脉潮汐的规模 但是还有两三分会散去 我们都是来吸收这两三分气韵的 等于在血脉潮汐来之前 先经历一次小小的冲刷 陈洛恍然大悟 人族也有类似的情况 当大如战死之后 绝大部分力量会回返天道 但是一生文华 却会留恋人间 加持人族后辈子弟 不过人族的影响 是整个人族疆域 而妖族这边听上去 只有各自种族的祖地 才会有影响 那怎么都是 你们这些五六品的灵妖 有大圣吗 陈洛继续问道 张子京摇着脑袋 火压一族不是什么强族 气韵微薄 这么点气韵对大圣来说 根本看不上眼 所以也只有我们这些晚辈前来 连护道者都没有吗 陈洛接着问道 张子京用看傻子的眼神 看着陈洛 大圣是妖族中间 他们只要出现在这里 这些气韵就自动投奔他们了 所以至炎山周围没有大圣 这也是各族的约定 陈洛这才明白 心中一喜 这么说 老子就是至炎山之王了 不行 万一也有天才存在呢 但是什么天才比得上自己 张子京见陈洛 不知道想着什么 脸上似乎浮现出笑意 试探道 大哥 我可以走了吗 嗯 走吧 别去至炎山 直接回家吧 陈洛随意摆了摆手 哎 好嘞 张子京起身正要离开 又被陈洛喊住 等一下 张子京一脸纯真的看着陈洛 大哥 还有什么问题吗 陈洛走到张子京面前 抬起手 啪的一声 又是一记耳光甩过去 大哥 张子京带着哭腔看着陈洛 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挨打 你刚才看傻子一样的眼神 看谁呢 陈洛嘟囔了一句 不再理会张子京 转身 转身朝至炎山跑去 大哥 我感觉到了 我的瓶颈松动了 至炎山中 一处山洞中 一只六品的猪妖 对着面前的另一只猪妖说道 再有两天 这气韵能让我的血脉再厚实一分 我有把握在一月内突破到五品 嗯 很好 对面的猪妖点点头 可惜真正的好位置 都被其他妖族占去了 我在这里虽然能吸收一些好处 但是却不明显 想要继续突破 还是需要回去后苦练才行 没办法 那些大族也把天才子弟派来了 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小猪妖叹口气 听说好几个 都是有着祖灵秘境名额 上了祖灵榜单的 哎 大猪妖叹了口气 继续修炼吧 能捞一分好就捞 话音未落 两头猪妖就听到一声笑音音的声音 呦 不好意思 这个地方 能让给我吗 两头猪妖寻声望去 只见一只猴妖站在山洞口 笑音音地看着他们 这猴妖 自然就是沉落幻化而成的 为了尽量避免露出破绽 所以沉落专门从白则精怪途中 取出了一点石麻的血脉气息 辅助自己幻化 这种变化法术并不算高明 不过 片一片面前这些不到大圣的妖族道 还是能做到的 元侯一族 两头猪妖大金 俊极国身为妖族顶尖势力 国主更是圣军殿十大圣军之一 自然声名在外 这位侯兄 大猪妖起身 说道 我兄弟选的这处山洞 并不是地卖最好之处 以妖兄的身份 应该再往上走 去找更好的地方才对 再往上走二十丈 就是火之机的地盘 他们那里的气韵浓度 比我这里要好五成 火之机往上三十丈 是夜宵的地盘 气韵浓度 更是比我这里要超过一倍 至于再往上的地方 我也不了解 但相比效果好得多 阁下竟可以去试试 沉落耸了耸间 理直气壮地说道 不行 我气软怕硬 大猪妖 小猪妖 你礼貌吗 沉落才 不管猪妖怎么想了 她现在的目的 就是要低调 气韵什么的 对她来说不是重点 从感应上来看 这处山洞 虽然落下的妖族气韵 浅薄了一些 但是地火却是最强的 阁下未免太霸道了 大猪妖终于有些发怒 我兄弟二人虽然利弱 但是 沉落一甩手 一颗灵财飞了出来 落在猪妖面前 灵财上散发着阴晕微压 一眼就能看出 是大圣级灵财 大猪妖脸色不变 继续说道 但是我兄弟二人好交朋友 阁下既然看上 我们的修行之处 那也是缘分 阁下这个朋友 我们交定了 既然阁下喜欢此处 我们让了 说着 大猪妖 飞速捡起地上的灵财 拉着准备变身大战的 小猪妖 飞一般地跑了出去 大哥 为什么不跟她斗一场 小猪妖不愤道 她好像才武品 傻呀你 大族的武品 是普通的武品吗 大猪妖敲了一下小猪妖的脑袋 这猪大圣灵财看到没 能拿出这个灵财的 会是普通子弟吗 咱们换个地方就是了 没必要 出门在外 安全第一 小猪妖听着大猪妖的话 微微点头 嗯 我听大哥的 此时陈洛见二猪妖走远 这次从储物令中 取出了一些布置阵法的符咒和材料 将山洞封锁起来 没有大圣级别的力量 暂时是打不破 陈洛不下的阵法 做完这一切 陈洛这才松了一口气 朝着山洞深处走去 麒麟玉 宽广的殿堂中 乌姬哥秀气地端着茶杯轻轻挺着 突然间 一道磅礴的威压 覆盖了整座乌宇 乌姬哥不急不忙放下了茶杯 轻轻一笑 姐姐 您来了 此时不见人影 但是有一道娇滴滴的女生传来 什么时候回来的 在方寸山才睡了一夜 第二天就连夜赶回来的 此时一道光影落在了主座上 光芒阴晕 只能勉强看出一个窈窕身姿 却看不清内里之人的模样 那光影女子 似乎打量了一下乌姬哥 说道 嗯 是比以前顺眼了 乌姬哥捂着嘴轻笑了一下 再美也比不过姐姐 要不是看姐姐这么漂亮 我乌姬哥 怎么会甘心笑忠呢 那光影女子 语气突然严肃起来 以后 你笑忠的对象是她 乌姬哥浅笑地点了点头 知道知道 那小家伙 我也喜欢得很有情有义的 现在被她那座山下的禁止 连命都是她的呢 怎么能不效忠她 我已经把你的神魂气息 从麒麟卫领我去了 安心为她做事吧 光影女子淡淡说道 姐姐放心 我记住了 乌姬哥笑道 她已经拿到了金屋血脉 想必不久南荒大地上 就会多一只金屋了 真不愧是连姐姐都看得上的人 居然掌握了那么炫耀的神通 那光影女子冷哼一声 不要试图套我的话 你这些本事 还是我教的 乌姬哥面带委屈地说道 可是姐姐让我好好照顾她 那我就应该为她着想 搞清楚 姐姐对她到底有什么目的 不是应该的吗 这是我与她的私事 光影女子平静说道 我与她的关系 你以后自然会知道 只是眼下没必要 你只要知道 我真心帮她便好 乌姬哥端起茶杯 又喝了一口 酸酸地说道 哎 当年我出事的时候 怎么就没有一个巅峰大圣 麒麟为大统领真心帮我 不能比啊 好了 不说虚的 那光影女子 没理会乌姬哥的促进 接着说道 最近我会很忙 那小子的事 我就不多过问了 乌姬哥点点头 收起了笑容 放心 现在我的跟脚 可是方寸山 其他事再不放在心上 自家主公的事 也会尽心去做 随即 乌姬哥又说道 弥生成 碎杯被盗有消息吗 光影女子 似乎侧目 看了一眼乌姬哥 乌姬哥连忙说道 麒麟木设及麒麟血脉 我家主公有那种神通 我也得未雨绸缪一下 光影女子似乎犹豫了片刻 缓缓开口 此事烂在你的肚子里 不要外传 暂时连那小家伙也别告诉 碎杯被盗 有祖妖出手 经过辨认 虽然不能锁定 但应该是虎族的手柄 虎族 乌姬哥脸上露出意外的神色 他们已经有了 第一百虎血脉 还基于麒麟血脉 哼 麒麟木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麒麟血脉 更是以鹅传鹅 光影女子轻轻哼了一声 又说道 不过现在几个城主意见不同 有的主张问罪虎族 有的则主张静观其变 问罪虎族 乌姬哥摇了摇头 麒麟玉的力量 更主要是来自麒麟受血症 是防御之力 没有把握对抗虎族的 若是不能锁定哪位虎族主妖 并且拿出实际证据 说这话的 等于没说 所以此事暂时搁置了 光影女子淡淡说道 或许 那些城主也希望传说属实 麒麟木开启吧 毕竟我们身上 都是引起血脉 乌姬哥沉默片刻 微微点头 我知晓了 此事 我会提前做些准备 说完 又自嘲一笑 虽然不知从何处准备起 光影女子站起身 从虎族开始吧 碎碑并不全是在麒麟玉 话音落下 光影女子的身形消失在原地 那笼罩乌宇的庞大威压 也在瞬间消散 乌姬哥再次喝了一口茶 突然展颜一笑 有人种桃树 有人等着摘桃子 不知道最后吃下桃子的 究竟是谁呢 智颜山 陈洛啃了一口 储物令里放着的桃子 不知道为什么 便成了猴妖 突然对桃子 由衷莫名的喜爱 陈洛晃了晃身子 便回了人族本相 这才从储物令中 取出了装着金屋血脉的木匣 以及那株九节定血草 陈洛深吸一口气 血身变第五遍 就要开始了 陈洛看了看手掌虎口处 心念一动 顿时一道龟甲模样的图案 缓缓浮现 这是他在未来海中 见到时光古树化灵的 那只老乌龟石得到的刹那甲 可以让使用者封存一个生命状态 在一定时间内回返 代价是十年寿命 出于谨慎 陈洛打算再次动用刹那甲 自从陈洛突破修为后 刹那甲间隔的时间也延长了 之前在中金城外那次死战里 刹那甲大约只能维持一秒左右 但是现在在陈洛的感应下 时间已经延长到了十秒左右 这就能干很多事了 陈洛可以先开启 然后进入炼化 若是发现不对 立刻就退出来 重新回到炼化之前的状态 虽然会浪费金屋金血 但总比在炼化中 丢了小命要强 打定主意 陈洛心念一转 顿时刹那甲启动 一个甲铐上满是闪耀星辰的 龟甲虚影浮现 将陈洛笼罩起来 陈洛也不敢耽误 当即打开了木匣 顿时炙热气息充斥了整座山洞 陈洛调出一道神魂之力 朝着木匣上的金屋遗骨涌去 转眼间 那金屋遗骨上金光灿灿 接着就有一段火焰升起 将金屋遗骨点燃 遗骨燃烧的速度极快 在火焰中 一滴滴仿佛小太阳一般的金色金血 在空间中凝聚 接着陈洛神魂一卷 那些金屋金血 立刻就像一道金线一般 射入了陈洛的眉心之中 陈洛微微皱眉 此时浑身 似乎传来烈火焚烧的感觉 他浑身气息流转 护住了身体 强迫着自己沉入心神 与此同时 血身变神通 轰然运转起来 陈洛睁开眼 只见入眼处 居然是一片火域 自己就好像 站在燃烧的地面上 不过此刻并不感觉到炎热 在陈洛的身前不远处 有一道钩楼的背影 正拄着拐杖 抬头望向远方 这应该是要应对的金血之力了 陈洛点了点头 正要抬腿朝对方走去 打算大战一番 那钩楼老者突然转过身 看向陈洛 微微皱眉道 你是谁 你不是我的血脉 卧槽 听到对方的话 陈洛亡魂大冒 不对啊 这金血有自主意识 这老金屋 没死透 他把意识藏在了金血之中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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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洛往后退了一步 正要退出血身变神通 突然四周火焰四起 仿佛形成了一道火焰的宫殿 就在转眼间 火焰宫殿成形 陈洛瞬间发觉自己 无法离开这片练化空间 这老金屋 封印了练化神通 草 淡了 陈洛随即调动周身气韵 既然走不了 那就打吧 挖河婆婆说 这老金屋 也就是二品大胜 即便抑制不灭 又能强到哪里去 打就是了 想到这里 陈洛顿时捏紧拳头 朝老金屋重重地打去 老金屋对于攻来的陈洛不慌不忙 只是抬起了手中的拐杖 那拐杖瞬间变成一道火焰 紧接着 老金屋将火焰拐杖一甩 顿时在陈洛面前 飞起了一道火焰之墙 将袭来的陈洛挡下 年轻人 莫及 那老金屋缓缓缓说道 老夫只是一段残灵 没有恶意 陈洛望着不远处的老金屋 想了想 开口道 你没死 死了 早死得透透的了 老金屋摇了摇头 想念父母兄弟 挂念子孙后代 在死的那一刹那 凝聚了这一段残灵 无知血满 只有我的血液可以炼化 你并非我的血液 为何能进入这里 那老金屋面露疑惑 老夫感应得到 你并没有血迹我的后意 陈洛见对方不似有假 解释道 在下有一门天赋神通 可恋化一族血脉 金屋血脉是偶然所得 因此 老金屋闻言 又朝陈洛走进了两步 眼神中冒出点点火光 白泽 老夫不记得 白泽有这样的神通啊 嗯 不对 那老金屋忽然面露恶然 两只眼睛几乎冒出火焰 蛮足 你是蛮足 嗯 好像也不对 接着 老金屋那双眼睛 完全变成两团燃烧的火焰 人族 你的本相是人族 好家伙 人族什么时候 有这样的神通啊 要是当年 他们有这样的神通 我们就不帮妖族 转帮你们人族了 陈洛看着絮絮叨叨的 老金屋 叹了一口气 前辈 既然这是你留给 你后辈的机缘 那小子就不打扰了 这老金屋 好像比一般的二品 要难对付 撤 这惹事的金屋血脉 老子不要了 老金屋看着陈洛 却微微摇头 老夫坚持不了多久了 上一个能进入这里的 后辈我见过 已经是最低级的压了 根本不可能接受 我的血脉传承 人族 你若是愿意陈洛 替我照料我的后裔 我为你开启继承 祝你化身金屋 也未尝不可 陈洛一愣 嗯 还有转机 但是 陈洛想了想 总感觉这老金屋 神秘兮兮的 想了想 还是摇了摇头 算了算了 晚辈去帮前辈 找到合适的后裔 来继承您的传承 你看如何 老金屋微微摇头 你是人族 得了蛮神和蛮灵的血脉 又得了白则血脉 资质之忧 老夫生平未见 况且 我金屋一族不是妖族 本就是阳火所化 天地所生 没有血脉源头的讲究 你若能化身金屋 那就是金屋 老夫倒是觉得你很合适 陈洛闻言 眉头一皱 这老头想霸王硬上弓 承蒙前辈后爱 我觉得我 陈洛正要推辞 老金屋眉头一皱 打算陈洛的话 人族的年轻人 怎么婆婆妈妈的 老夫好好的大日金屋血脉 不比白则强 还委屈你了吗 陈洛一愣 大 大日金屋 不是金屋吗 正是 老金屋眉目中 散发出一股傲气 老夫乃是金屋帝皇帝九子 身负大日金屋血脉 只是 老金屋语气顿了顿 帮我第十地挡了一箭 被你人族大屋大意射伤了本源 血脉有些不稳而已 陈洛眉头一皱 鸟老成精的老金屋 立刻就知道 陈洛在担心什么 连忙说道 当年那场战斗 分不出谁对谁错 你人族崛起 要和妖族争夺天地大事 我等受了妖族勤奋 所以站在妖族一边 后来 你人族各大屋 为了人族气韵 而自散天地 老夫我还是敬佩的 陈洛眉头一皱 对啊 这老金屋是洪荒时代的亲历者 大屋 他都站过 就在陈洛开口 想要继续询问的时候 那老金屋又烦躁地说道 别浪费时间了 老夫挺不要多久了 难得遇到你这么个天资优异的 接受吧 说着 老金屋突然后退一步 身后生出了一对火焰组成的翅膀 接着整个人化作了一只 巨大的三足金屋 随后 这只巨大的金屋朝陈洛 猛然冲了过来 陈洛连忙后退 但是哪里躲得过金屋 那金屋直接撞进了陈洛的身体 陈洛只感觉到天旋地转 眼前一黑 并不是晕过去 而是真的眼前一黑 陈洛被老金屋这么一撞 仿佛从之前那片燃烧的地狱 撞到了一处黑暗之土 此时此地 陈洛面前除了一片漆黑 就还是一片漆黑 仿佛传说中的永夜 看不到一丝光芒 走出黑夜 考验就算通过了 这是陈洛听到的老金屋最后的一句话 随着一丝丝信息 进入陈洛的脑海 陈洛明白 若是没有那老金屋的存在 自己只是正常炼化的话 那也是要直接面对这层永夜 没错 金屋的精血考验不是打杀私斗 而是这一层仿佛无尽的黑暗 陈洛已经不记得在黑夜中走了多久 这里没有空间 没有时间 让陈洛找不到一点标记物 陈洛用力往下跺了跺脚 这是一种古怪感觉 自己似乎踩在了地面上 但是好像又悬浮在空中 起先陈洛还会念诗 唱歌 把自己写过的文章和故事都说出来 但是当这些全部念完 陈洛闭上了嘴 周遭一片安静 光 光在哪 陈洛的心情也开始有了烦躁 他环视四周 却什么都看不见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 陈洛感觉到了无比的疲惫 陈洛就睁着眼睛 望着不变远近的黑暗 他已经坚持这个动作 不知道多长时间了 终于 陈洛再度开口 这 不是黑夜 黑夜 不是混沌 黑夜 不是几面 黑夜 是生机的复苏 是光明的前兆 这是幻境 陈洛捏紧拳套 给我 破 陈洛重重地一拳打了出去 似乎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很快 陈洛再次捏紧拳头 朝地下打去 这一下 一声清脆的破裂声响起 紧接着 碎裂声从四面八方传来 在陈洛的视线中 终于出现了一丝不那么纯正的黑色 那黑色 透着道道裂纹 终于 如同雪花一般 破碎了开来 黑暗仍在 但是却浅了许多 在黑暗中 有一道极为微弱的光芒 陈洛定睛望去 正是那只老金屋 画作的太阳 只是此时的太阳 光芒几乎没有 太阳中 老金屋缓缓睁眼 看向陈洛 年轻人 你很好 记住你的承诺 照顾好我的子嗣 话音说完 老金屋突然化作了光芒散去 而那尊苍老的太阳 也缓缓坠落 眼前似乎又黑暗起来 但是此时 随着苍老的太阳坠落 陈洛忽然感觉到 一股血脉力量 在自己的体内生出 一道道火焰 在自己的身体表面生腾 陈洛晃了晃脑袋 抬起手 却看见了一扇火焰组成的翅膀 再一转眼 陈洛发现自己 变成了一只三足金屋 似乎血脉中流淌的那般自然感觉 陈洛猛然 抬起头长笑一声 振翅而飞 与此同时 一道金色的光球 在陈洛的身体外形成 陈洛 变成了太阳 山洞中 覆盖着陈洛周身的黑暗 早已消散 此时 陈洛深周 有一道道小火苗跳跃着 陈洛的模样 在缓缓发生改变 这个时候 陈洛猛然睁开眼睛 两颗瞳孔 仿佛化作了两轮太阳 金屋血脉 炼化成功了 陈洛心中一动 但随即吐出一口鲜血 仿佛力量正在飞速流逝 血脉正在退化 不好 陈洛二话不说 抓起面前的九节定心草 扔进嘴中 刹那间 陈洛身体周围 出现一条长长的藤蔓虚影 将陈洛的身体困住 随着藤蔓虚影的出现 血脉力量流逝 终于停了下来 就在血脉力量稳定的刹那 那原本散落天地的气韵 竟然自发地涌入了 陈洛所在之地 几乎同时 一股磅礴力量 将陈洛之前布置的阵法打破 一道身影飞了进来 带着蛮狠的声音说道 是谁胆敢抢本少主的气韵 真以为一道阵法 就能护住你吗 看着来袭的妖族 陈洛随意一拳打出 那冲进来的妖族少主 瞬间感觉到 一股炙热的气息扑面而来 整个身体 直接被打飞到山洞之外 那妖族少主 面无血色地瘫坐在地上 原以为躲在山脚山洞里的 无非是一些小妖族成员 接着阵法的手段自大而已 但是刚才在她冲进去的瞬间 她看清楚了 那是什么存在 此时陈洛缓缓走了出来 那妖族少主吞了一口口水 指着陈洛 惊 陈洛身后金屋虚影浮现 眼神冰冷 金屋啊 那妖族少主大吼一声 与此同时 陈洛身后的金屋虚影 猛然扑向了那妖族少主 瞬间将对方化作了一团灰烬 这一幕 正好被刚刚走出洞府的 众妖族看在眼中 这一刻 金屋众现南荒